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的白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从身材和颜值上是看不出什么差别的 那是因为他们都属于斯拉夫人 是同耕同种的关系 现如今呢 普通的外国人想要移民到俄罗斯都比较费劲 但是俄罗斯移民局说了 对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永远持欢迎的态度 就是因为他们同属一个民族 高傲的俄罗斯人不排斥斯拉夫民族 斯拉夫人最早建立的国家并不是位于现在的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周围 而是以乌克兰首都基辅为中心 那个国家叫做基辅罗斯 势力范围北到波罗的海 南到黑海 东西包括大半个现在的乌克兰和部分俄罗斯领土 但是并不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有人说俄罗斯文化发育于乌克兰就是从这来的 基辅罗斯存在了大概350年之后 不巧碰上成绩思汗的孙子巴都 带着千军万马西征 毫无悬念的把基辅罗斯给灭了 当基辅罗斯被蒙古人占领的时候 莫斯科还是基辅罗斯下边一个公国不起眼的小城镇 虽然当时的莫斯科也被蒙古铁骑是踩得一塌糊涂 但是好在莫斯科属于偏远地区 这伤害相对小一点 并且莫斯科周围有草原 有河流 恢复重建也比较快 基辅公国的灭亡给了斯拉夫人建设莫斯科的机会 他们把所有的爱与恨都倾注到了莫斯科身上 于是莫斯科公国就诞生了 既然叫公国 那就意味着他是受某个帝国的管理的 笼罩在莫斯科公国头上的是清查韩国 这个就是成吉思汗那个孙子巴都灭了基辅罗斯之后建立的 势力范围包括现在的整个乌克兰和小半个俄罗斯 连黑海以及克里米亚都是他的势力范围 公国拥有高度自治的权利 但是需要沉浮于头上那个帝国 甚至有些官员还得帝国派遣或者任命 清查韩国的大佬们娶媳妇过寿打了胜仗 莫斯科公国的国王还得提着鱼子将和熊掌过去庆祝 这去晚了 说不定就有麻烦 尽管这样 清查韩国和莫斯科公国之间的相处并不太友好 确切的说是达达人根本就不把斯拉夫人放在眼里 甚至可以说不把他们当人看 斯拉夫人把出现在亚洲和欧洲的游牧民族统称为达达 因此提到达达人的时候并不是在说一个具体的民族 清查韩国统治下的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后裔都被称作是达达人 就像这个程序员并不是一个具体的职位 他也根据这个硬件软件和行业不同细分出很多职业 这是一个意思 如今呢 生活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那些达达人 他们的老祖宗说不定就是统治过斯拉夫人的蒙古人 清查韩国存在的时间长达260年 在这260年里 成吉思汗的众多徒子徒孙们 为了权力和利益发生过很多残酷的斗争 这个清查韩国也不礼拜 这个帝国度过了他的第188个生日之后 分裂成了五个国家 正统韩位由大帐韩国继承 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克里米亚韩国 它的势力范围并不仅仅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克里米亚 还包括黑海沿岸的俄罗斯大片领土 其他三个我们就不让他们出场了 那作为游牧民族的后裔 克里米亚韩国的生产方式除了打鱼和放牧之外 他们还外出售利 然后把抓来的猎物拿到市场上出售获利 那么这个猎物到底是什么呢 就是斯拉夫人 斯拉夫人又高又壮 是做奴隶的好材料 因此每年春暖花开大地解冻的时候 克里米亚韩国的快马弯刀 就会冲到乌克兰或者俄罗斯公国 混上一大群斯拉夫人 然后卖到中东那边 这个其实就是拿俄罗斯人出口创会了 当时的中东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地盘 克里米亚韩国在跟奥斯曼帝国人组买卖生意的时候 面对这个强大的对手 韩国的领袖们无法抑制内心的崇拜之情 跪倒在了土耳其苏丹的脚下 于是克里米亚韩国也就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的附庸国 时间一久 达达人逐渐丢掉了老祖宗留下的拜伙教 改信了伊斯兰教 这个世界的规则从来都没有变过 谁强大 谁的朋友多 他的文化和制度就会有人模仿和学习 他的宗教和信仰以及做事方式就会广为传播 在全世界都有粉丝 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 斯拉夫人的强壮体格可不仅仅是用来做奴隶的 当他们被组织起来之后 也是有相当破坏力的 莫斯科公国利用这种强大的破坏力 兼并抢夺 地盘变得越来越大 对不远处克里米亚韩国的威胁也与日俱增 为了保护自己的信仰 不被东正教玷污 也是仗着有奥斯曼帝国撑腰 这达达人各三差五就冲进莫斯科公国狩猎搞破坏 莫斯科公国为此很头疼 但是要解决这个办法 必须先有对抗奥斯曼的实力 侵查韩国分裂之后 莫斯科公国依然是个公国 它的形状级别比克里米亚韩国还要低一级 因为它的顶头上司是大仗韩国 不过大仗韩国在持续走下坡路 而莫斯科公国却在一天天变强大 在它变强的过程中 它不停的收购兼并周围的地盘 和大仗韩国屡次交手 直到有一天彻底击败了蒙古人 在被统治了240多年之后 斯拉夫人终于摆脱了蒙古人 俄罗斯历史以俄国这个称号 进入了沙皇时代 沙皇俄国最初只是一个内陆国家 每一个内陆国家都有一个心病 那就是没有出海口啊 出海口非常重要 即使在现代社会 海运仍然是一个性价比最高的运输方式 更何况是那个时候 而且寻找出海口这事 至今都困扰着俄罗斯 第一个沙皇出现是1547年的事 而俄罗斯拿下波罗的海那的出海口 则是1721年了 中间涌到了170多年 拿下出海口不久 彼得一世迁都圣彼得堡 后来他被加冕为皇帝 俄罗斯历史进入了俄罗斯帝国时代 彼得一世就是大名鼎鼎的彼得大帝 大帝把目光投向了黑海 进入黑海就可以去中东和地中海 那是更广阔的田地 但是黑海以及其周围地区属于克里米亚韩国 想要灭掉克里米亚韩国似乎不太难 但难就难在 他是奥斯曼帝国的小弟 没有足够的实力还惹不起 因此想要拿下克里米亚 俄罗斯帝国就需要直接出手 对付奥斯曼土耳其 打败了土耳其 那么克里米亚自然会选择强大的一方 彼得大帝没有完成这个任务 就离开了人世 这个任务呢 是在俄罗斯帝国第二个大帝 也是唯一的女皇帝 叶卡杰丽娜二世手里完成的 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战争 前后持续了两百四十多年 大大小小的战争打了十多回 不过在叶卡杰丽娜统治的三十四年时间里 两国只交手了两次 第一次的战果是克里米亚脱离奥斯曼独立 第二次的战果是俄罗斯实际控制了克里米亚 拿下克里米亚之后 帝国的统治者叶卡杰丽娜二世 派出了自己的情人 也是帝国的将军波匠金 到克里米亚的海边挑了一个好地方 建了一个军事要塞 这个要塞就是塞瓦斯托波尔 可以说从那个时候开始 俄罗斯的黑海舰队就一直驻扎在这个城市 大家一定要牢记塞瓦斯托波尔这个名字 因为它在我们后边的内容当中还会反复出现 虽然这个塞瓦斯托波尔面积小 而且位于克里米亚 但是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以一个直辖室的身份存在 和克里米亚平起平坐 克里米亚落入俄罗斯帝国手里之后呢 岛上的达达人既害怕沙皇对自己过去狩猎精力的清算 也害怕沙皇逼着自己改信东正教 于是纷纷逃离家园去了黑海对岸的土耳其 这一度造成了岛上的劳动力短缺 为此叶卡杰琳娜女皇下令采取一切手段给那边移民 鼓励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到克里米亚岛上投资置业 这是克里米亚人口结构的一次巨大改变 俄罗斯帝国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国家 对内实行残酷落后制的农奴制 这种坑爹的制度呢 注定让底层俄罗斯人长期在水深火热的种地 而上层统治者声色拳马自我感觉良好 这不但社会矛盾巨大 而且严重阻碍了工业化进程 逐渐跟西欧国家拉开了距离 但是偏偏沙皇足足备备都热衷于征战讨伐 在之后克里米亚战争日俄战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每一次糟糕表现 就让沙俄越来越不能忍心 终于在1917年的3月份爆发的二月革命之中 沙皇俄国长达300多年的统治被推翻 同一年的10月份 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攻入东宫 把沙俄的残留政权彻底清理干净 建立了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也就是所谓的苏俄 这个时候呢 俄罗斯的历史还没有进入苏联时代 苏俄刚刚成立的时候 国内还有很多沙皇的忠实粉丝 也有很多的欧洲人支持下的武装组织 这些人成分复杂派系众多 纷纷跟列宁这伙人对着干 因为列宁的队伍叫红军 所以那时候反对派们统称为白军 列宁等人又花了五年时间收拾了白军队伍 到1922年和乌克兰 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盟 一起组成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简称苏联 苏联一开始就包括了 克里米亚达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克里米亚是黑海上不沉的航空母舰 也是俄罗斯黑海舰队基地 塞瓦斯托波尔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如此的重要 以至于长期以来 它都享有着和乌克兰同等的行政地位 但是在32年之后的1954年 如此重要的克里米亚 却被划播给了乌克兰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您别着急 咱们今天先说这么多 那么局势很简单的全体成员呢 也在这儿祝所有听众朋友们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八方来财 四季平安 给您拜年了 继续锁定局势很简单 咱们下期 接着聊克里米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